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运动教练一对一 我是教练Dennis 那今天呢第二堂课要教大家做一个核心力量的项目 那这个动作项目呢我们会进行抗旋转 首先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跑者通常在跑步的时候 身体会有很多的这种身体的摆动 那你为了长时间为了要跑步 要进行这个移动的时候 躯干必须要有很多的耐力来维持身体的体态 它必须要维持它躯干的力量 然后呢足够的稳定 来让它在跑动的过程当中 就是身体要稳固下来 所以今天在这一堂课当中 要带大家如何从比较简单的这种身体核心力量抗旋转 从简单到进阶 然后再到比较困难的这个动作 那今天可能会有三到四个动作 要跟大家做分享 好首先呢要跟大家介绍第一项比较简单的动作 是手前伸的棒式 那手前伸的棒式呢我先示范一下 那待会我再请小帮手心博跟我一起来做动作的进行这样子 那手前伸的棒式呢首要就是说 你的双手的手掌要跟肩部是一样宽的 双脚打开 这个时候呢你要帮你的肩膀往后往下锁紧 脚伸直 让身体像一个钢板一样稳定 那再来呢 稳住你的呼吸 让你的左手向前延伸 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 两个手两个脚会有一个失去重心的一个要件 所以呢保持身体的稳定之后手抬起来 让身体可以不要变形 做一个抗旋转的动作 再来再把手放下来 保持稳定 吸气好 中心控制好 肚子用力 然后手放下来 再做一次 身体稳定举手 身体都没有在变形 所以我们请心博来试看看这个动作项目 一样 我们请心博 手跟肩膀一样宽 记得手掌跟肩膀是垂直的 那身体要打直 肩膀往内收紧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我们会请他 确认一下肚子有没有用力 再来呢 双脚稍微打开 OK 好 请他抬起他的左手 保持身体稳定 所以心博身体稳定 这个时候呢 确定一下他的身体 有没有变形 OK的话 手放下来再试一次 好 我们再请心博试一次 去左举 举左手 OK 好 请你左手反复做个五下 那请他手抬起来的时候 停留个大概两秒钟左右 所以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看见就是 当他在举起他的左手的时候呢 他的躯干 必须要维持 足够的稳定 他的身体才不会去变形 就跟跑步的姿势是一样的 好 五下之后 然后再换右手 好 跑步的时候身体一样是会做旋转 好 摆臂的时候 躯干为了保持稳定 所以不要变形 利用这个棒式前身的这个动作 来去启动 然后呢 诱发腹部的核心肌群 可以做稳定的动作 所以这时候他会觉得他的肚子会很用力 OK 五下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观众朋友们 你们要记得 就是说 在做这个动作的要领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 姿势一定要先做出来 我们重复一下这个动作 手跟肩膀一样宽 然后再放回到圆点 保持深呼吸 再做一次 左手往上举 再一次 所以记得身体像一个钢板一样稳定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请新博士看看就是 抬左手再抬右手 再抬左手再抬右手 再抬左手再抬右手 去反复的去让身体的重心做交换 试看看 好 中心稳定了 手在胸口正下方 脚打直 肚子用力 OK 好 那请他左手右手各抬个十下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过程当中稳定 六 很好 身体像一个钢板一样 七 八 九 九 十 OK 好 那这时候请他稍微休息一下下 这是第一个比较简单 比较好入手的一个动作 那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 你可以接受 你可以就是 可以应付的话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做一点点进阶 所以 第二个动作项目的话 我们会称它为指针式的棒针 指针式的棒针 那么顾名思义你的手待会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点钟 两点钟 三点钟 四点钟 五点钟 六点钟 甚至到七点钟 那教练一样先示范一下 待会我们再请欣甫来做这个动作的进行 一样是平板式的姿势 身体一样是稳定 那再来呢 我们就要移动我的右手 让身体的重心改变的方 那个 改变重心 所以我先让我的右手在十二点钟 然后再收回来再稳定 我们再到一点钟 身体还是可以控制的 两点钟 重心再往右偏多一点点了 再回来 一样三点钟 回来 四点钟 OK 五点钟 六点钟 最后呢 要再让重心再困难一点点 试看看 可以到七点钟 然后再回来 所以可以从右手一点钟到七点钟 进行一次 然后左手 十二点钟 十一点钟 退回来再到四点钟 那我们请欣甫试看看 好一样平板式身体要稳定住 OK 好 然后肚子要用力 诶 确定他肚子有用力了 好 请试看看十二点钟 OK 尽量身体要延伸远一点点 好 一点钟 两点钟 好 再来三点钟 再来三点钟 四点钟 四点四点 哈哈 五点钟 很好 然后六点钟 往下延伸 最后到七点钟 让身体的这个重心改变不同的方向 OK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请他试看看 换那个 左手 好 左手的话十二点钟 那再来的话是十一点钟 好 所以从金柏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 好像稍微左手比较弱一点点 因为他的臀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变形了 所以在做这个指针棒式的时候 你们可以观察出两边核心的力量 会有一些不太平均 所以透过这个动作项目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补强你的比较弱的那一个项目这样子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二个核心抗旋转的动作 就是这个指针的棒式这样子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要介绍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就从地面的 地面徒手的动作项目进行到要有一些负重 所以待会在我的后面我会准备 两个弧铃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三个动作是棒式的划船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弧铃来做更加强的动作项目 那首先呢 我会先把一个凳子先拿出来 OK 好 再来的话先简单一点点 我们先把动作先确定好 这个时候啊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让你的臀部往后坐 膝盖保持一点点尾弯 我们把一只手撑在这个凳子上 然后呢 我们先取一个大概八公斤的重量 比十公斤轻一点点比较好掌握 所以身体一样是稳定住的 把你的背打直 让你的弧铃刚好在你的胯下的正下方 这样子你会比较好去做抓握的动作 好 一样我们只是把从地面上的动作 调整出来变成是有负重 然后困难度增加一点点 所以动作进行做好之后 身体要稳 吐气的时候呢 把你的弧铃往你的口袋的方向拉起来 吸气的时候下放 吐气拉起来 记得拉的时候呢肚子会用力 那放下来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也要必须要稳定 所以肚子也要用力 所以拉的时候用力 放的时候用力 其实身体都是要稳定的 那我们请欣婆来试试看看这个动作 好 请他双脚打开 好 脚往前站一点点 脚再往前一点点 好 然后膝盖一点点微弯 背打直 好 这个时候双脚再开一些些 同学们记得那个姿势很重要 所以在做动作过程当中 先把动作先确定好 手掌撑在这个凳子上 身体是平的 我们把弧铃先抓起来 好 让弧铃靠近你的身体 做的过程当中被打平 所以欣婆脚再打开一点点 然后中 这个双脚再往前站一点点 好 OK 可以 那我们请他吸气的时候下放 吐吸的时候把弧铃拉起来 反复做个十下 好 记得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 躯干一定都是维持住的 所以 记得 拉的时候 側腹会用力 放的时候 側腹也会用力 你知道有没有感觉 有 好 那记得 拉的动作过程当中 不要憋气 保持深呼吸 那十下之后 我们再换边 接下来有数吗 没有数 没有数再一下 好 OK 我们把弧铃放下来之后 记得 只要换手 不换动作 所以 一样双脚打开一点点 臀部稍微再撅一点点 记得 背部要打平 好 一样吐气 拉起来 吸气放 吐气拉 对 很好 OK 好 记得 他的屁股要向后 尽量身体要打平 重心向前一点点 肩胛的地方也要锁定 让他的这个身体的结构 尽量像一个钢板一样 稳定住 可以 好 六 我们再做四下 让他休息一下 七 八 OK 九 十 好 可以 请休息一下下 好 以上呢 跟大家介绍三个核心的力量训练 那这个是属于抗旋转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 第一个动作是这个手前伸的棒式 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是指针的棒式 从一点钟摸到七点钟 左手再反复的进行 那第三个动作的话 我们就做棒式的划船 所以 重量的选择 可以先从比较轻一点点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增加 再增加 再增加 让身体的力量可以越来的越稳 越来越 结构上越来的越扎实 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动作 一种 还是 一种 一种 一些 动作 塑诈